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拉架500mm反射鏡 Hello 我叫Vincent 拉架鏡中很多朋友都覺得沒有長焦它的鏡頭 但其實這支500mm反射鏡在現在的季節是很適合用的鏡頭 因為拉架只有一支是反射鏡 這支鏡是米努塔當年代工幫它做的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它的歷史 因為拉架當時和米努塔合作了做一些鏡頭和小部分相機 而這支鏡也是當時拉架和米努塔合作做的 也是拉架唯一一支反射鏡頭 拉架在70年代已經和米努塔合作交流光學技術 當時來說在70年代最多人的認識就是CLO 一架相機和米努塔所做的另一架相機就是CLA 而拉架的R鏡是因為和米努塔互相交流光學技術 而拉架也不需要一些R鏡 包括一些鬆鏡 同而之也研製了一支反射鏡 那支反射鏡就是現在的500mm反射鏡 在80年代拉架和米努塔合作做了這支500mm反射鏡之後 其實同一時間在米努塔自己也有幾支反射鏡 而米努塔其中有幾支鏡反射鏡的人都很出名 例如250 5.6 很多朋友都喜歡用這支鏡影河花 其實用反射鏡影河花來說 都是很久的特色 因為它散景後面的波波表現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但這支鏡的售價現今實在太貴了 過萬了 但如果拉架這支就值得玩很多 而這支鏡的成像 它的光學結構是五片五組 是一個簡單的設計 而這支500mm反射鏡 當時生產了約莫3,800支左右 但它的反應方面 亦操控簡單易用 因為你只是追焦可以 不需要理會光圈 但我們玩起來 就發現它的影像 結實度和散景表現 很突出 因為它很甜的波波圈的感覺 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先看看 在一起 超級有的 會不會 大小小小的 或是 在一起 有多大小的 看看 也會不會 有多大小的 看到 今天 很快 這是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